前不久,一位老人自己带了一个中药单子,来我院中药房咨询,看看能不能爪旗,要度有。 但其中有一位父子,却没有标明要先接,于是要帮医生拿来给我看,从整个单子来看,这位药应该是白父子。 但为了安全,我还是建议他给开单子的医生打个电话,问清楚,毕竟,父子和白父子不是同一位药,用法不一样,作用也不相同,不能相互带气,而且都有度。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,父子与白父子有哪些不同点。 一,来源不同,父子为毛根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物头的子根的加工品,每年六月下旬至八月上旬采挖,除去须根基尼沙,然后加工成年父子,为顺片及白父片,而白父子为天南星和多年生草本植物多角莲的坏精,秋季坎挖,除去精,须根挤外皮,晒干,副白繁生姜之后切片。 二,性外规定不同,父子心热,卫心,幽毒,龟心,肾,皮精,而白父子性温,卫心,甘,幽毒,龟疲,胃亚精。 三,功效不同,父子回阳救你,不火助阳,散寒之同,而白父子,造诗话谈,驱风止境,解读散别。 四,用量用法不同,父子汤气用量为,持五克,潜入汤气因渐渐三十到六十分钟,以减重其毒性,而白父子汤气用量为三,五克,幽用适量,可好高肤患处,不,是因症不同,父子常用于,一,用于防阳症,境界冷汗四出,四肢诀疑,白为欲诀,阳山系脱,大汗淋漓, 即促传几者,与大不元气之人身同用,以回阳故托,即身赴汤,二,用于阳虚正,本品煞盖不火猪阳,父子能温一身之阳,白身,财,心诸桑阳气涮入者均致用,用于必通,以汉诗偏盛,周身五天恒通,教身者为事宜,而白父子常用于,一,用于风潭用盛,口眼邪,不伤风,以及偏头痛等, 本品既能够造施化痰,又有驱风止境的作用,二,用于毒蛇咬伤及裸力弹合,本品有解毒三级之功,至毒蛇咬伤,可单用本品外服,也可以与其他解蛇要配合,外服或内服,至裸力弹合,可用先品导蜡外服,注意事项,一,父子和白父子性味真心们,有毒,二,孕妇既用,三,父子屁面与伴下, 花了,雷姆,白鸡,白鸡,白脸等相反的药物同用,四,对两位要过敏者激用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